欢迎来我的vlog 带我回来了今天的vlog内容呢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Q&A 在这个Q&A开始之前 我要来先做一个开箱 这个开箱呢 这是我身后这个很vide的吉他盒 这个吉他是我从去年的10月就一直很想要 应该说我这几年来就会给自己立下很多的dream guitar dream bag dream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吉他就是我这几年来 自从喜欢John Mayer之后非常喜欢了一把吉他 但是在去年的10月决定要寻找他 然后留留他 我也非常心情 把他打开 因为他是从美国寄过来 然后中间有跟花童擦身而过过 因为曾经找到了一把 那把我的那个卖手说他的保存的质量不够好 所以就没有卖过 打开来是一个很漂亮的 然后他这个琴带是这种流苏款 然后他上面有就是蓝色绿色的竹竹 然后这边有一个Custom Shop的一个logo Fender的皮 然后怎么打开来 哇 就是这把花童 然后他是第54号 他就留一个他的编号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Fender Custom Shop的这个突起来的金属的一个小装饰 然后这边有一个Jimmy Hendricks的一个雕刻的这个小银行 跟这个Hand Painted的小编号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所以我也是拥有John Mayer同款的吉他 Dream come true 对我来说 那就让他陪伴着我 录这一期Blog 我看怎么放的 今天的Vlog内容 就希望我可以简短 又非常有逻辑性的来回答你们给我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是筛选了一下 然后我就回到自己想回答的 或者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 好的 那我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大概有找出了大概二十几个问题 然后我就来一个一个回答 我就是顺序我就随便来啊 然后 看着回答吧 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怎么回答 好然后我刚刚看到就是 有一些问题是很多重复的问题在问我说 最近在听什么样的歌能不能分享歌单 所以我准备在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 先来点播一首 然后让张导在我回答问题的同时 把这首歌剪辑进去 好 然后做了一个小的歌单 我觉得第一首呢 可以播一首我非常喜欢的 嗯 十二月 循环播放的一首歌 那十二月 大家都知道是我最喜欢的 节日的一个月份 就是 所以有一点点老歌 老的R&B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是我下半年度的最爱 第一个问题 考不考虑禁足 其实这两年都没有拍戏 然后 呃 原因有很多 其实一部分是因为 我的上学时间 很难在锁定放假的时间 会找到合适的戏 因为 长的假可能就是五月到九月 九月就得开学 嗯 那也是因为今年 呃 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回来了 那也有陆陆续续在看一些本子 然后 我是觉得说 有合适的角色和 就是制作班底 我还是会想要演戏 但是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拍戏 或是遇到角色导演 也是一种缘分 就是 可遇不可求的 所以 也希望之后能遇到 就是 嗯 合适的 我觉得合适还是非常重要 难过是如何调节 状态情绪 嗯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难的 嗯 我觉得可能 就是随着时间 我也是变得比较 多愁善感一点 然后肯定 嗯 随着时间也会有更多的 要解决的烦恼 和要解决的问题 那难过的时候 呃 我会一直去告诉自己说 其实就是 嗯 要先去想想自己得到的 而不要总去想自己 还没有解决的 或者是失去的 或者是 我觉得应该得到 但没有得到的 就我觉得 呃 人要学会满足 就算现在有多糟糕 我已经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觉得要不断告诉自己说 要懂得感恩 就这个东西是我以前 我爸告诉我的时候 嗯 我听得进去 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相机一直过热 然后就一直停下来 好 现在我继续说 嗯 我都忘了我刚说到哪了 就是难过的时候怎么调节心情 嗯 我不知道 泡个澡吧 朋友们 泡个澡你就很舒服很多的 吃点好吃了 就是 对 我也没有什么逻辑了 嗯 最近过得开心吗 最近非常的忙碌 然后就是我尽量在希望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睡饱觉的情况下好好工作 嗯 开心我觉得还是有挺多开心的时候了 就像我刚刚说要满足现状 但是我也意识到就是人不可能always是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要去接受自己就是会不开心 嗯 有什么 有看什么好看的电视剧电影而综艺吗 电视剧最近看那个张导推荐我的女神将 然后前阵子看 嗯 什么 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 张导照我看 那个 女王的骑兵 是叫女王的骑兵吗 就反正下棋的那个电视剧 然后前阵子看了什么好看的综艺 看了那个我们离婚吧 是不是叫我们离婚吧 就离婚的那个韩国综艺 然后 看了超了合伙人 嗯 嗯 电影的话最近看了那个心灵之旅 我觉得非常好看 就看到后面都鼻酸了 是不是叫心灵之旅 我的天我记不得 嗯 能分享最近的歌单吗 好是时候推荐大家下一首歌了 下一首我想要推荐的是 嗯 嗯 会不会太难过 但是这首歌真的也是神仙歌曲 是Billy Eilish的My Future 对 也是我的爱 好 那接下来继续回答 这个人叫Prince Charming QQQ 他说怎样在流言飞语中保持开心 其实这点还蛮难的 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做的挺好 我觉得后来我跟我朋友聊天 我才知道说其实 为什么我能在就是这么多声音之下保持开心 很大一点就是我的家庭环境和家庭给我带来的一种感受吧 就我一直是在一个比较温暖有爱的家庭下成了 所以当我不被某一群人认可的时候 我知道家里人会认可我 所以这点是我 我觉得我心里的一个底气 就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做 呃 我的爸妈妈 我的姐姐妹妹我的家人 他们都会支持我 且认可我肯定我 知道我是对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 但他们永远就是会站在我这边 所以这一点是为什么我一直在 就是不管是这个圈子里啊 还是在学校 我都能听到各种声音的时候 我能保持自己是清醒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跟我朋友聊天当中 我发现的 呃 根本的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 呃 为什么自己一直以来 都不会太被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 就是这个不只是适用于我 我觉得适用于在任何 呃 就是社会当中 职场当中 还是在学校的小社会当中 我都觉得 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你就比较难被别人影响 因为你自己有给自己一个 所谓生活的一个轨迹 我就是要按照 就是这个轨迹走 所以当别人可能拿石头 小石头砸这个小火车的时候 它不会变 因为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外力 甚至是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可能会一笑而过 或者是可能拿来吐槽 或者是就是看的很烦的时候 就选择不看嘛 这是一个选择 我有选择去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有选择去不去理会的能力 然后我也有选择去接受我家人给我的爱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在流言蜚语 或者是被人骂的时候 还能保持清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对 然后下一个问的人是 鸭鸭成精了 她说宝宝吃我过必点的三样菜是什么呢 毛肚牛肉和大白菜 是不是很无聊 好下一个说喝什么奶茶 这个人叫Jane Hanna 我最喜欢喝的奶茶吗 就是这种茶类的吧 首先喜茶我最喜欢喝的是金颂茶王 葡萄我也喜欢 耐水的茶我最喜欢 最近最喜欢喝的是羊枝甘露宝藏茶 太好喝了 没有做广告 但就是单纯分享我喜欢喝的奶茶 下一题是小水好想喝奶茶 她问我说为何对酷女孩如此执着 其实有时候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小玩笑了 就是老说自己想当酷哥哥哥 其实还是很喜欢很多可爱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就打比方好了 就是Blackpink这个女团 这个名字特别好的原因就是因为Blackpink就是一个最酷的颜色和一个最爹的颜色加在一起 当然里面的所有他从他的歌的风格再到每一个人的穿着和他的形象 他可就是很简单 我的相机又因为过热所以暂停了我的天哪我要崩溃了 OK 嗯 我刚刚说到哪里 为什么对酷女孩如此执着 然后讲到Blackpink 嗯 就是可天可言嘛 那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从小都很乖 然后也是一个拉大提琴的乖女孩 然后我就觉得想当个酷哥哥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2021当个酷哥哥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 你看我的回答很酷吧 好 最后三题 娜娜 除夕也感到最遗憾的是几个什么 就是不能回家 嗯 我觉得不能回家挺遗憾 因为 嗯 特别想跟 呃 外婆见面 因为很想我外婆 就 嗯 就还希望自己 过年 可以 嗯 和家人待在一起吧 对 所以就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遗憾 对 当然很想我爸 2020年哪 比有没有 什么 没有达成的心愿 其实还挺多的 一个人旅行 然后 嗯 没有考到驾照 这些 都没有实现 唉 心里一点 希望 嗯 自己少立一些flag 就是 该想干嘛 当下就去做吧 对 然后 2021的flag和规划 希望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 然后 要平衡好生活和工作 然后也希望自己工作室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能 嗯 嗯 就是 为自己的工作感到 有成就感和开心有动力继续往前走 因为这也是我 希望自己能做到的 就是 2021年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稍微 嗯 嗯 又给自己贵属感的一个小家 那 也希望2021年大家都身体健康吧 就是 真的从去年 嗯 疫情到现在一年了 其实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 就还是希望 嗯 把自己的身体摆在任何事情的前面吧 这就是我对2021年的期望 其实没有太多 我也没有给自己历太多很难达成的flag 但就希望自己能想到什么就去执行 对 所以今天的Q&A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满意这些回答 嗯 不满意也没办法 因为我是酷哥 所以 新的年祝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 身体健康真的最重要 嗯 少熬夜吧 各位朋友们 我自己也从熬夜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教训 就是 医生就告诉我 就检查身体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拜托你不要熬夜了 早点睡吧 就是 大家也要听听劝 嗯 我就减少自己熬夜的次数 嗯 行吧 就这样吧 嗯 录到这里我想要跟 剪辑的张导 打字幕的江江 翻译的Candy 说你们辛苦了 好了 那各位朋友们爱你们 然后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 全体健康 牛年牛吃冲天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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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